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我是卓贤 根据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道 在周三的晚牵食后 特斯拉对前员工曹光智进行了起诉 说他涉嫌窃取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关键商业机密 曹光智是特斯拉自动驾驶团队的一位前员工 他从2017年9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都是在特斯拉工作的 而且是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团队仅有的40个 会接触到关键技术的原代码的员工之一 特斯拉在起诉书中有说到 曹光智他在1月3号是突然辞职 后来就直接去了小鹏汽车工作 那么这个小鹏汽车随后最新就发布了一款全电动的SUV汽车 被称作是特斯拉的克隆版 因为据称这个汽车的部分关键是使用特斯拉的开源专利所建造的 那么特斯拉在起诉书中也说到 去年曹光智开始向他个人的iCloud账户整份的上传特斯拉自动驾驶仪相关的原代码 公司来说他最终移动了超过30万个跟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文件和目录 在去年他得到了小鹏汽车这份工作之后 曹光智就从他的电脑里面把这12份文件都删除了 并且断开了他个人的iCloud账户 还反复的登录这个特斯拉的安全的网络 去清除他的浏览器的历史记录 特斯拉在起诉书里面还说到 曹光智在2月份的时候 还给小鹏汽车雇佣了另外一个自动驾驶技术的雇员 特斯拉的律师就写道 这项技术是集合了特斯拉公司5年多来的工作成果 和数亿美元的投资 曹光智和小鹏汽车都没有任何的法律权利去拥有这项的专利 那么这位曹光智他是小鹏汽车现在的职位呢 他就是感知负责人 而在他去到小鹏汽车工作之前 他在特斯拉的职位呢 是autopilot的视觉科学家 那么去年7月啊 其实也有相似的像这起的案子的事件有发生过 就是当时呢 7月份FBI指控了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 他叫做张小浪 这个张小浪他在准备离开苹果公司 并且前往小鹏汽车的期间 下载了含有专利信息的一些文件 那么根据当时路透社的报道啊 在起诉书里面说到这张小浪在下载了自动驾驶汽车电路板计划之后 预定了最后一分钟飞往中国的航班 张小浪是在去年的7月7日在圣河赛机场 试图通过安检的时候被逮捕的 随后小鹏汽车的一名发言人呢 他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候表示 小鹏汽车一直以来严格遵守中国和美国的法律 并且严肃对待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 那么这位发言人呢 他还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到 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张小浪曾经担任过 有接手过任何的敏感的信息 或者从苹果公司向小鹏汽车传送任何的文件 那么小鹏汽车在6月底得知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张小浪的时候呢 他的电脑跟办公的设备都被封存 张小浪也被禁止接触他的工作 那么随后了张小浪就被这个苹果公司解雇 那么这个备受关注的小鹏汽车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呢 华尔街电视之前曾经采访过小鹏汽车 那么我们就现在来看看 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汽车的吧 那么大家可以到处理一下 我们下个地方的一个小鹰汽车 就是高峰的边桥 中文字幕 同志 但是最后不必要得到 有一个小鹏汽车的一家公司 对他们的别事情 就放得出去了 可以把这家公司的一个小鹏汽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鹏汽车登陆2018年度CES国际电子消费站 第一款上市量产车型小鹏汽车G3 举行全球首发仪式 这也是中国造车新势力在CES展上发布的首款量产本互联网汽车 在这个之前啊 小鹏汽车已推出过Beta版样车和工程量产车 这一次在CES亮相的是上市量产车 就是几个月之后将在中国上市的车型 小鹏汽车将其命名为G3 G呢取自极客 数字3代表车型类别 在现场小鹏汽车负责人给我们介绍 作为小鹏汽车首款上市量产车型 小鹏汽车G3整车展示了汽车对速度和力量的追求 也前瞻性的迎接自动驾驶时代的来临 让汽车设计的关注点回到驾驶员和乘客的人性需求本身 实现科技和人性有温度的平衡 这一款车呢有几个亮点 第一呢是LED光剑灯组 锋利全唇打造凶悍鲨鱼式运动前列 基于电动车的优势 这一次发布的小鹏汽车G3车身线条非常简洁犀利 前脸造型攻击性十足 LED光剑灯组与宽大锋利的前唇 共同组成无进气格栅的鲨鱼式运动前脸 第二个亮点呢是中国品牌中特有的太空驾驶座舱 小鹏汽车G3是首款采用太空驾驶座舱的互联网汽车 配备了意大利进口全景式挡风玻璃 让用户和周围的环境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第三个亮点呢是360度车顶相机和超大高清触屏 小鹏汽车G3驾驶座有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和15.6英寸 悬浮触摸中控台 中控台采用8度偏向驾驶员的设计 功能呢有在线音乐地图导航 实时天气和车辆状态控制 驾驶员可以通过智能语音系统控制全部功能 小鹏汽车G3还使用了标志性360度车顶相机 高清摄像头透过360度旋转云台 支持存储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另外呢小鹏汽车G3车内的空调 集成了全自动车载新风系统 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和系统可升级是互联网汽车的灵魂 小鹏汽车G3配备了双目前向摄像头 双目侧向摄像头 四个环式摄像头 三个毫米波雷达 十二个超声波传感器和两个舱内智能摄像头 一共25个智能感应设备 隐秘嵌入流动的整车线条 同时小鹏汽车G3提供OTA云升级服务 支持远程下载和升级小鹏汽车官方验证的各种应用 并实现通过专属APP远程控制门窗 及空调开启 以及车辆监控预警 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高晓松老师和小鹏总本人 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便出境 给大家看看晓松老师魁梧的背影和小鹏总帅气的侧严 那么关于这起特斯拉针对曹光志的起诉案 明镜电视会持续为您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